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lderman 歡迎回來 感謝各位的安價以及建議 那老頭呢 基本上呢 是有看八成啦 因為留言實在太多了 沒有看到的標記餒 好不好 老頭還是會篩選一些 目前為止還蠻值得參考的一些安價 那我有看到有很多人 有一些真的是很不錯啦 但是沒有辦法在一集以內 一集內完整的全部完成 所以說老頭呢 是有把一些不錯的安價給留下來 當作參考 比如說去洞窟探險啊 拿神器啊之類的 這些東西我都會把它留下來 那 不可能一集全部做完嘛 所以說我們要分段做 那今天這一集呢 也是大家非常想要的 什麼呢 各位看封面收圖都知道了吧 今天我們有一個重大的任務要執行 而且今天可能會拍比較久 因為呢 我已經想好一套流程了 但是呢 需要花很多時間 不過呢 你們看到的可能只有十幾二十分啦 好不好 沒關係 今天這個首要任務非常的簡單嘛 就是 我們要去抓絲舊獸了 太好了 是不是 要抓絲舊獸了對不對 各位兄弟們是非常的興奮 絲舊獸 我們要去抓絲舊獸了 好不好 那老頭已經想好方法要怎麼去抓了 只差運氣的問題 第一個安架任務就是 我們要去抓絲舊獸 然後呢 第二個安架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安架 就是 把那隻閃電飛龍取為青眼白龍 其實我覺得他還蠻像的 所以說我打算叫他幫他取青眼白龍 再來呢 最後一個是我額外的 額外代表什麼呢 額外就代表說 他可以有也可以沒有 好不好 就是 去火龍窟 偷毒龍蛋跟火龍蛋 好不好 因為基本上有時候火龍窟真的會難慘 什麼叫難慘 就是 你逛了幾圈就真的沒有那些龍蛋 那都是運氣問題 所以說呢 到時候 這些東西都準備要結束之前呢 我會再去一趟火龍窟 去run一遍 有毒龍蛋跟火龍蛋我們就照頭 都沒有的話 就真的是沒有了 所以說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那我們要抓隔離芬之前呢 我們應該要先去做 做飼料 那 隔離芬吃的飼料是 翼特龍的 翼特龍的飼料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等翼特龍生蛋嘛 對不對 那老頭呢 稍微之前有去外面晃 就是偷撿了5顆翼特龍的蛋 那這翼特龍的蛋需要烹煮鍋才能進行 還好 他還沒有那麼快壞掉 還有8個小時 沒有 還有8天的時間 我們可以先把翼特龍的蛋放在裡面 這翼特龍的蛋所需要的材料是 一個土豆一個熟肉 那我們稍微烤一下熟大腿肉 他是要熟大腿肉 我們來烤一下熟的大腿肉 我們可以先把飼料做出來 YEAH 我們做完了 YEAH OYEAH 好了 好了 全部都不要了 通通都不要了 來 你這個大腿熟肉給我 好 請你不要再煮了 嗯 肚子餓再吃大腿熟肉吧 然後呢 然後呢我們今天 現在呢 我想一下要幹嘛 阿對 你要改名了知道嗎 你就叫青眼白龍 你還拉兩坨屎 你還拉兩坨屎 是怎麼回事 來給我 青眼白龍 好我們現在要稍微設定要改名 我們要稍微設定要改名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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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感覺就很煞氣 是不是 油墨油 我們先把大便放肥料箱 我覺得到時候我們這個農作物要重新再耕種一下 因為我們肥料產的太慢了 來不及應付你知道嗎 大便去哪裡了 都在這裡 來不及應付啊 我覺得我後面裡面的那個都壞了吧 來不及應付 算了 到時候我們再抓一兩隻 再抓那個什麼 一兩隻槍狼 讓他們生肥料出來會更方便許多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等一下就稍微去蓋一下 我們就稍微去蓋一下我們要的捕捉神器 這需要花很大量的時間 來吧 好拉 我們回來了齁 那我們稍微收集了很多石製的建築齁 我們帶了100顆石柱子跟石製地基50個以上 10天花板50個以上 應該是夠拉 如果不夠的話 我可能到時候到現場再現場採 好不好 因為我們畢竟我身上石頭帶的也蠻多的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這個浩大的工程 浩大的工程 那必須還得準備 準備這個 十字恐龍門 欸我是不是做錯了 應該要做巨大的對不對 我看一下喔 家具嗎 不是啦 石頭 對啦要做巨大的啦 我們必須要做巨大的才行啦 我們要做一下巨大的 對我們要做這個 加固巨獸龍門 然後還有加固巨獸門框 這兩個要先做 好我們做錯了 這個放進去好了 不理他 來我們要這個巨大的 對十字巨獸 有差有差 這個真的有差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喔 怕我做錯了 因為我常常會搞混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都長得很像阿 沒有搞錯沒有搞錯 非常好 然後門也是嘛 對這都沒有搞錯 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準備麻醉劍齁 我們開始要多存一點麻醉劍了 好啦 我們已經做了大概 多少個麻醉啊 180個麻醉齁 要是我們麻醉劍不夠 我們可以現場做那個麻醉劍齁 因為我們有麻醉藥嘛 180個麻醉藥 那我們今天 騎阿根廷去好了 我們去用阿根廷找 因為阿根廷比較 比較小巧啦 會比較方便一點吧 還是說我們不要阿根廷 我們飛龍 飛龍太大隻了 可是阿根廷好像輕巧又具有功 算了算了 其實我們親眼白龍去好了 好不好 以防萬一阿 真的 雖然他轉彎速度有點慢阿 找到了找到了這邊 還兩隻 還兩隻有沒有 看見了沒有 看見了沒有 兩隻隔離分大戰 一隻14等 一隻12等 我有點想要抓12等的就好了 好不好 那個是12等等的 那個等級太高了 所以說呢 我們來把一隻給解決掉吧 我們就留一隻就好了 那在解決掉之前呢 我要先在這邊蓋一下我們的捕捉神器 剛好這邊有一個平台很適合來捕捉阿 我們決定在這個地方做捕捉好了 OK 我們差不多已經蓋好了 這就是我們的捕捉神器 基本上四舊獸只要能夠進去就好了啦 可是我蓋的好像有點矮 有點簡陋但沒關係 只要可以困住他就好了 就是你就是你阿 不過 不過抓他好像也不錯耶 他會不會追來 還是我們抓那隻42級的 有跟來嗎 我是飛太快了 他完全跟不上我的腳步阿 看見我有沒有 Look at me Senpai Look at me 看見我 看見我 19艘格格 看見我 看見我 centuries 看見我 bert 欸欸欸欸 N 呵呵呵 我的天啊,I'm sorry 丟人現眼 唉 抱歉,抱歉 劍醜了,劍醜了 因為我們龍的攻擊力呢 基本上呢 應該不是說攻擊力啦 我們人的 我們那個龍的這個雷射是無差別攻擊啦 然後我剛剛一個手鍵按右鍵 然後把自己給噴死了 請不要理會我 請不要理會我 真的不要理我 拜託 拜託了,別理我 哈囉 哈囉 不要對我沒興趣嘛 我就在你旁邊 哈囉 對我有沒有興趣啊 有,有興趣有興趣了 來來來,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非常好 就是這樣子 飛的真的有點慢,說真的 來了嗎 來來來來來 有興趣 conos 讓我上去 它快來了 哇 它飛雙塊 哇 關門關門 關門 OH! HOLY SHIT! 哇!實在太開心了 看見了沒有 我們抓到他了 然後呢 他現在鎖定著我們的這一隻 青眼白龍 這小王八蛋卡住了 這就是我們怎麼抓 就是這樣抓嘛 你看他還想咬我 來啊 有種把門咬破啊 我們在攻擊 在這個建築物被擊垮之前呢 我們要抓到他 快點快點 這隻42級的也不錯啦 我們就帶這隻42級的吧 來來來來 我們等一下把這隻帶回家 就這樣蓋啦 如果你們自己一個人想玩 自己一個人想抓 就這樣這麼簡單 還有一招是直接用電啦 就是用電動門打開 電動門關閉 電動門打開的那一種 但是那一種的話需要電路 然後 還蠻麻煩的 我覺得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這麼麻煩 我覺得就 蓋類似像這樣子就好了 簡便的 真的 不太需要用到電力 有那種自動電動門關門的那一種 我以前 之前好像 焦土大陸那一 還有還有 你不要嚇死人耶 還好我有備用的 不過他也快暈了 去吧 嫩 我們不要 那個不多說廢話 資料丟上去 秒遜你信不信 依照我這個 馴服 馴服倍率大概只要吃一個 或兩個就起來了 我們就成功抓到石九獸了 不是吧 等一下 你不吃伊特隆 官網給的資料是假的嗎 哪你嘎 不是吧 官網的確是寫說 伊特隆的蛋啊 伊特隆的飼料啊 對啊 愛吃伊特隆飼料啊 我有 有啦有啦 哈哈哈 抱歉 只是他晚一點吃而已 害我那麼緊張 那我們成功抓到了 開門 好負重了 我們要等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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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九獸 我們要等他一下了 等他等級提升一下 那負重了 我們載不到 你看 386 我根本就 386 對他來講 根本他就載不下嘛 而且我發覺我把很多東西都拉過來了 尤其是肉 還有什麼 這些東西可以先放在他身上啊 不必要的東西 來來來來來來來 這個也可以放在他身上 可以點了沒啊 喔有了 1900 喔還可以上啦 YES 我們成功了 咱們的石九獸完成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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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這個之前在第三季的時候 你就已經介紹過 要怎麼 要怎麼操作這一隻了嘛 對不對 就是他從空中下來會輔衝 這個輔衝傷害可是很高的啊 沒在跟你開玩笑 795 這麼誇張 我記得他有一段是直接衝下來往前衝啊 算了這個我忘記怎麼用了 到時候在到時候在那個啊 這個我已經忘記怎麼用了 再試一次 降落就停了啊 那個衝刺跑到底怎麼用啊 按C鍵嗎 啊算了放棄了 嘿洋哥哥 要抓你嗎 還是不要好了 有點麻煩 我們下一集再抓你好了 然後你在這裡休息 然後幫你射一下被動 被動了嗎 好你被動了 走 我們去偷龍蛋 不過 我們飛龍這麼大一隻 要怎麼偷龍蛋啊 重點 算了先過去再說好了 看到了看到了 我來囉 我來囉 目前 沒看見 我我我我我我我 不要噴我拜託 有飛龍嗎 怎麼飛龍這麼少啊 是我錯覺還是怎樣 哇哇哇哇哇哇 突襲是吧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哇哇哇哇哇 好像都來 都來了 我看到一隻火龍 我看到一顆火龍蛋了 我看到一顆火龍蛋了 勢必要來噴一下啦 哦 燃燒傷害 又加重毒 還好我hold得住 我hold得住 頂得住 頂得住 再來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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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結結結結 這樣子殺掉他可不可以直接拿龍奶啊 好像不太行的樣子 那邊有一隻 可是我剛剛看到下面有一顆火龍蛋 然後這邊 我靠超級岩漿欸 快沒體力了 撐了點撐了點 劇毒費用也在 好很多飛龍 來 有種打地面戰啊 亮你不敢打地面 我靠好痛喔 我錯了 我真的錯了 很痛 很痛 我的飛龍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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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我放棄了 我不應該開阿根廷巨鷹 我不應該開這個雷飛龍的 我們先回去吧 我們下一集帶來偷龍蛋好了 現在依照這個血量絕對 死的你不要不要的 好不好 我們先回去療傷 我們下一次再戰 撤退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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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降落在這個 在這個後方 快點 指定降落 停下來了 OK 我們成功抓到了格里芬 這就是咱們的格里芬 想必這個 之前第三季你們其實就看過了 好不好 你們應該有看過第三季就知道 我有抓到格里芬了 可能就是因為有人沒看過第三季的格里芬 所以說還叫我這一集抓格里芬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施救獸囉 這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的安價就差不多到這裡為止啦 那那個額外的火龍蛋跟毒龍蛋 我們下一集再想辦法吧 或者是你有新的安價可以告訴我 歡迎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你的安價 或許下一集你的安價 就會出現在我的影片裡面 也說不定喔 那記得要對這部影片多多按個喜歡 讓我知道你喜歡這個系列 越多喜歡出片的機率就越高 越多點擊出片的機率就越高 感謝你們的收看 也記得按個訂閱 以及分享出去這部影片 讓更多的親朋好友觀看 非常感謝你們 那我們下一集方舟生存再見了 掰掰